HIGH 各位跑鞋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跑鞋研究室的時間 那今天要跟大家所介紹的跑鞋呢 是近年來廣售競技路跑者所喜愛的一款競賽路跑鞋 Mizuno 的 Wave Emperor 第三代 那這款跑鞋推出的第三代 它改款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其實是在於鞋面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站在鞋面的前鞋旋 增加了它的鞋旋的調整的空間 讓這個跑鞋在前腳掌能夠有更好的靈活度 同時在鞋族的部分呢 透過鞋帶和鞋面的一個整合的緊固系統 讓這個跑鞋在柱頸鞋帶的同時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貼合 最後在腳跟的部分呢 透過立體加厚的一個足跟杯 讓這個腳跟、中足和前腳掌能夠兼勁穩定、包覆和靈活性 那再來看到鞋底的部分 它一樣是延續了 Euphoric 材質 鞋底平台沒有太大的變動 一樣是維持9mm的一個落差 那大鋰的部分呢 則是採用了前面是G3的硬直顆粒大底 同時有軌跡導引的配置 讓這個跑步的過程能夠有很好的抓地力和循跡性 那後腳跟則採用了X10的那裡磨現的材質 搭配中足的一個強化的穩定的結構 讓這個跑鞋能夠在扎實、紋軌的調性上 能夠有一個非常好的跑感 那 Wave Emperor 基本上它是一款適合從5K、10K 半馬 身上全程馬拉松都適用的一款競賽路跑鞋 它重量是190克左右 那今天這款跑鞋介紹給大家